金汤酸菜鱼很多人喜欢吃 但是总是做不出外面饭店大厨的味道 今天就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做法就跟煮开水一样简单 看一眼就能学会 八块一条的草鱼从背脊骨切开 取鱼排剁成段备用 斜刀45度把鱼肉片成三毫米左右的薄片 不知不觉我已经发了800多个作品了 还没得到您的小红心 真是太惨了 这个视频您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吧 辛苦您了 切好的鱼片用清水反复清洗几遍 然后加盐 胡椒粉 葱姜水 用我的左手抓一分钟 去除鱼肉的腥味 再加一个蛋清 抓拌均匀至粘手状 这就是鱼片嫩滑的关键 一勺淀粉 再次抓拌至鱼片粘手起胶 腌制十分钟 油热下鱼骨 开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 放葱姜蒜 剁碎的野山椒 一勺黄灯笼辣椒酱 这就是出筋汤的关键 炒出酱香味后 倒入切好的酸菜 煸炒出酸菜的酸香味 汤汁浓白 捞出鱼骨和酸菜 垫在盘底 加入少许白醋 转小火下入鱼片 用铲子轻轻推动 滑熟即可 倒在装有酸菜的盘里 放蒜末 干辣椒 花椒 白芝麻 葱花 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金汤酸菜鱼 鱼片嫩滑 汤汁酸爽 比拜年饭垫的还好吃 喜欢的话 你也回家试试做吧